非常不利的 好 今天的市场最前面是来关心到的是 再说这个美国白宫进入了关门来到第九天了 第九天的时间了 已经算是史上第六长的时间了 在整个股票市场没有太大幅度的反应 但是在债券的部分似乎已经有投资大咖 开始先跑先赢 开始脚底抹油了 我们先来看到是在昨天整个债券的价格 比较短天期的债券是在一个月的债券价格 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变化 我们透过这个走势图先帮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整个债券出现一个崩跌的状况 尤其是在一个月期的债券价格是往下呈现了崩跌 这张图是在债券殖利率是以一个月的国债殖利率来看 只要说殖利率往上攀升 就代表说债券价格是呈现了大幅度下跌了 昨天在盘中最高是冲到了0.35% 而上一次整个一个月期的国债碰到0.35%的时候 是在金融海啸时当时 在08年的10月份了 几乎是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 简单来说现在一般投资人他认为说 他要借钱给美国政府 他认为说风险会比借钱给一般的银行 还要来得更高了 这点是不是已经是出现了 投资已经开始在担心了 OK 好 那这短期的殖利率飙这么高 确实是因为市场真的就在担心说 美国公债会要出事情了 好 可是你看到现在那个韋庭手上的手板是一个月期的 我们如果再对照其他天期的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我就帮大家整理的资料 我们看到现在看到下面的是三个月期的 同样的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根非常的高 可是你看到实际上的数字 这边是多少 才零点零六 韋庭的那数值是多少 零点三五 三个月期的殖利率 居然比一个月期的低这么多 这个才零点零六 那个零点三五 那我如果再看到十年期的 你会发现十年期几乎没有动 这在告诉什么 大家什么事情 大家都在担心说 在极短期之内的确实市场的风险 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你看到拉长到三个月期 虽然大家还是有担心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只上来一点点 不像那个一个月期 它是一口气飙升的是以倍数在计算 那相对三个月期 虽然也是上来 可是上来的幅度 虽然看起来都很大 可是再怎么都只有零点零六而已 所以这在告诉大家说 大家都担心短期会出事 可是把时间拉长来看 大家其实觉得 美国应该还是OK 尤其你看到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 如果真的有危机的话 其实十年期公债是最准的 可是大家看到十年期公债 打从十月份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之后 十月份以来 基本上十年期公债 好像没什么动作嘛 那意思又告诉说 大家其实不太担心 甚至十年期公债 可以看到殖利率 之前九月初还到了三左右 现在一路跌到剩二点六四左右 这个都在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担心 说美国真的会出事情 只是在摆在眼前 大家还是想说 哇这眼前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大家只指的第一个日期 就是十月十七号嘛 因为十月十七号开始要还债了 接下来连续很多天都还债 一直到月底 甚至接下来几乎每隔几天就还债 那会不会正好哪个环节出事 我正好钱卡不过去就出事呢 不过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数字 即便有一些美国的投资机构 已经开始在落跑了 可是他们自己都是觉得说 其实他们不是担心美国公债会违约 而是担心短时间这个价格波动太大了 所以我会觉得 与其我去承受这么大的波动 那我倒不如我先避开 所以相对的如果投资人 你现在手中持有类似的这些商品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他的短期波动 而不是还不至于需要说 担心美国公债要出事情 如果真的出事 真的事情就很大条了 好等于说其实这个 刚刚教授提到说 在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 这个投资人说 这个美国长期来看 也许是一个十年是一个这个quota 长期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比较严重是在说 大家心中的恐惧 有慢慢的是被点燃出来了 大家记得说刚刚是在今天 算是这个美国白宫关门的第九天嘛 通常在前一个礼拜 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因为说应该都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事情发生 之前美国白宫关门 反正也来到了17次18次了 再次再多增加一次 也没有什么太不了 但如果说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有人预测说 有可能到了10月17号之后 美国都还不会开门 都还是承证了关门的状态 只要多关门一天 民众的恐惧就会上来 投资的恐惧就会慢慢上来 有没有可能现在关门九天 只延烧到了一个月的国债 好如果再拉长一点的话 关门来到了半个月时间 有没有整个恐怖的气氛 就会延烧到 譬如说三个月的国债 或是整个是在三年前的国债 会持续的出现一些蝴蝶效应了 是其实刚才教授有提到说 现在的美国的一些法人机构 他在出售所谓的 所谓的美国的国债 他并不是担心 美国国债会违约 美国国债会违约的几率 几乎是百分之一 那个比你走到外面 被雷打到的几率还要小 但是他们波动 的确会大幅的增加 尤其整个美国政府的 一个关门的效益 他是不是会让整个美国国债 市场投资人反映出 他对他的不确定感 那个的确是会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该如何注意 我觉得有一个数据 你一定要去留意的 就是那个VIX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 其实这一次的 美国的国债问题 其实在2011年的8月 其实也曾经发生过 当时的美国的共同党 跟民主党 其实两个在国会中僵持不下 也造成他们美国国债 美国的债 就所谓的主权债务平等 被调降 也造成整个全球的系统性风险 那当时的那个VIX指数 其实他在我们有观察一个数字 他在6月 2001年6月7月 其实还在15.2 但是他到8月之后 急升突破40 然后最高还来到48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突破40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危急的时刻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整个VIX指数 其实即使这段时间大升 其实也只有20而已 那个分数其实离那个40 还蛮远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还要担心美债 是不是会引发 全球的金融性的系统风险 那个担心 其实有点还太早 还没有发生 对一个还没有发生的 不用太紧张 那怎么看 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看美国的 这几年的一个 所谓债务的吵吵闹闹 真的就让我想到我们家 其实我们家 每天晚上到了深夜的时候 邻居的一对夫妻 就会吵架 而且吵得不可开交 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会摔家 去杀玻璃 那我们那个邻居都会觉得 哇 怎么有这么恐怖 剑拔如当到这种程度 但是没有隔多久 他们两个又和好了 那其实我们在看美国的一个 整个政府跟国会之间的问题 两党之间的问题 其实也是这样子 他们在吵架过程中 其实也是也许真的 只是那些 所谓的那种芝麻 小芝麻蒜皮的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会影响到 整个家的一个可能的 一个危险性的时候 他们马上又团结一致 马上就会通过了 所以我们在看 为什么欧巴马上任以来 国会已经同意四次调高 到他的债务的上限 其实就是每到紧要关头的时候 你们要吵吵 回来的时候 发现不对了 他们马上又可以继续往上 因为他们发现 能印钞票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不支持呢 一定要搞到全世界都非常恐慌 所以真的到那个所谓的恐怖 那个应该说 那种恐慌到极致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会放手了 就好比我们说 其实人如果想要 想要自我了断 他如果他自己掐自己脖子 想要自我了断 可能性是很难的 他掐到快受不了 他一定会松手 所以我们在看这过程中 其实也是觉得 他就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循环 在这循环的过程中 我们只能肯定 在再次 应该说在再次的一个 投资的风险的确升高 但是全球的所谓的 会引发说股市的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看不到 好 刚刚这个青龙认说 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真的不用太过紧张 不过这个很多的投资机构认说 等到真的发生 似乎也是来不及了 所以他们先做好一些 这个预先的准备 即便说只有那1%的几率 这个投资大咖 都还是非常的减 像是在这个全世界 非常有名 这个资金非常大的 富达基金 台湾也进了非常非常多档 他的这个基金 在富达 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些先驱了吗 他在昨天的部分 已经先行 几乎把手上的债券 这个美国债券 几乎全数的抛售了 他们为什么要去抛售 我们来看到他的这个解释 他就认为说 现在这个美国政府 不会出现了违约 这是一个淡数 但是作为一个货币市场的积极机理 我们已经开始采取了预防的措施 如果说大家认为说 违约的几率是零 你何以要做一些预防措施呢 这个要问一下教授了 他把所有手上将近是10亿美元的国债 全部都抛售了 对他来讲 对富达来讲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大的决定 如果没有风险 你何必要卖咧 对不对 因为对富达来说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专长在抄 债券型商品的一个公司 他会觉得说当下这个东西 投资人都有疑虑 那我的客户当然也会有疑虑 那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客户陷于恐慌呢 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家机构 拼口 拼口是全世界操盘 债券型基金最多的 如果今天拼口他也做类似的事情 那就小心了 那我们真的就觉得 真的是很大的事情 可是我们看到拼口 即便他一直都跟他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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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投资人自主性的 从拼口抽出来的资金多少钱 四个月四百一十亿美金 四百一十亿美金是下省数字 你看相当于 你看他富达十亿美金而已 所以天壤之别 所以说今天的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说富达 他只是在为了对他的客户座有所交代 不需要让客户陷于这样子的恐慌 但是真的 你要发生违约的事情 真的是几乎是微乎其微 我们在看到 我们以台湾的例子来说 我们的外汇存体当中 我们持有美国公债也非常的多 大概有六成 你看我们现在有四千一百亿美金的外汇存体 其中六成是美债 所以最近有很多媒体立法委员 在质疑我们的那个 彭总裁 彭总裁就回到一句 也很妙的话说 好那你告诉我 你觉得美债有问题 那请问要买什么 全世界当下你觉得美债有问题 最安全的就是在美债 就等于说一加一等于二 就是不变的道理 是确实是这样子 尤其你看我们的外汇存体 你看四千多亿的六成 就是两千多亿美金 那你如果今天好 我们如果假设 我们也跟富达一样 把这些钱抽出来 我看美债 每一事情都要变有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是说我们是着远一个极短期 或是一个比较中长期 对我们央行的这些外汇存体来说 我们必须是个非常中长期的投资 我们当下美国确实有这些问题 可是我不需要因为这些暂时性的问题 我这么担心 可是相较于对一个基金公司来说 他的客户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忍受 这一个月之间的波动 所以这样子他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会觉得投资人在当下 你是要担心 可是你只是担心价格的波动 真的要发生违约 我想现在真的都言之过早 真的如果要看的话 真的先等到10月17号 那前后一两天 再来观察会比较准一点 所以这个庆隆 这个富达是胆小鬼是不是 没有没有看到 看到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想要先脚底抹一直赶快跑 没有我觉得思维不太一样 就像是如果我们问市场所有人 台积电会不会倒闭 我们基本上应该问不到台积电 这个时候会倒闭的风险 它倒闭的风险是零 甚至是百万分之一 七万分之一 但是台积电的股价会波动 如果今天台积电股价涨到一百一百二 它之后也许它的一个股价的波动 也许它修正到八十九十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所强调的美战 它不会有违约的风险 但是它有剧烈波动的价格 就等于说富达它想要先出拓之后 先躲过这一次的波动 也许之后它再低接再把它接回来 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这样 它就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会有违约的风险 就是代表台积电不会破产的意思 但是台积电股价会破动 破动的过程中 其实基金经营人 它也许觉得这波动过程中 我也许可以躲过 然后之后也用更低的价格 把它接回来 好 不过来看到说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奇迹可危之下 大家有人说去算一下 这个美国到底要还多少债 好像有点这个小物件 大物杯水车薪四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现在整个来看 不管是在10月17号 会先碰到的是在1200亿美元的 到期金额 12月4号是换到了930亿 另外是来到10月31号 就变成890亿美元 而现在整个美国手上 可以用的资金有多少 只剩下了300亿美元 在11月17号到11月7号之间 整个美国会有4000多亿的美元 要到期的这债务 手上只有300亿 有4000多亿要还 怎么还 可以分批还吗教授 OK 好 那当然因为现在这是债的部分 事实上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钱要支出 不是只有债的钱 债比较麻烦 因为我时间到了该付利息 我就得付 我到期的我要还本 我得还本 我如果不还本 或者是不知息 就是发生我们所谓的违约 所以说这是最急迫的 好 所以美国当下呢 你说他剩下300亿 说真的就算你剩3000亿 你也很难过这一关啊 所以终究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美国国会 要不要允许他们再把举债上限给提高 对 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 要不然你说你到现在你能怎么样 我想现在可能就是印钞票了哦 你如果不发债就是印钞票嘛 那其实发债跟印钞票 其实只是形式不一样 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啦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过去美国也发生过很多次啊 也不是这一次嘛 像契红说从欧巴马上了以来就四次 如果把时间推更长一点 过去10年来 他们其实也发生过10次了 印象最深刻就是今年年初 大家也在讲说 美国有什么财政悬崖什么什么问题 都是这件事情嘛 所以一直告诉我们什么 过去10年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过10次 有出事过吗 没有嘛 那为什么这次事情闹得特别大 大家不要忘了 因为明年美国国会要改选 对 所以呢这些国会议员就拿这个 因为2014年的年度预算 这是一件大事情 媒体会报道 我不利用这件事情 利用这件事情来做点秀 更待何时 更待何时 之后呢没事了 媒体不会采访我 不会问我意见 我没有曝光了 所以当下呢 共和党一定要想办法抓住个机会 尤其共和党是在野党嘛 尤其我已经连续输你欧巴马输两次了 我不想办法扳回一点来 我什么时候 当然我就只好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呢 我会觉得当下的问题 我个人都是用政治问题来解读 他不是经济问题 如果真的是经济问题 我们刚刚说嘛 过去十年都发生十次了 如果真的要出事 早就出事了 所以呢 当下的问题确实有风险 市场震荡一定会有 可是我会觉得 最后时间逼紧了 就像刚刚系统举例举得很好 我掐脖子掐到最后 我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掐死 真的会把自己掐死 有这么大勇气的 真的是几乎是找不到啦 所以尤其是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今天允许美国政府违约 这个是一个历史责任 我想以现阶段的 美国的这些民意代表也好 政府官员也好 没有人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 更何况 如果真的美国发生了公债违约 它会造成连锁效应 尤其你看欧洲欧租 这么多小租在看什么 看你美国老大哥你会不会违约 如果你违约了 这些欧洲国会怎么想 不是跟我们一样了吗 我何必这么辛苦 每天说一截死为了还债 你看老大哥都帮我出 我何必这么辛苦呢 所以怕的就是这种事情 所以美国他相信 他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敢轻易说 要让债券违约 好即便说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有算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面的既得利益者 但时间紧迫之下 俗话说狗鸡也会跳长 这个狗鸡也会跳长 这个终究会有一些解决 不过10月17号 有没有可能会往后延后 因为包括了在德银 他认为说现在 大家次看10月17号 算是一个非常关键点 是一个债务上限的对待时间 但他其实应该 有可能是拉到了10月31号 才是美国真正的关键时刻 他在10月17号 现在政府会面临到 债务上限的是一个时间点 但是他们要到了10月30号之后 缺乏了借款能力的 政府才会开始违约 算是一个技术性违约的时间 一直要等到了10月31号 对美国来说 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 到底是要看10月17号 还是要看10月31号 贾龙 我觉得就时间点来 应该10月都是一个关键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键 就真的也真的不用太大 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么久 我觉得美国政府 他手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机器 这个机器你只要放一张纸上去 然后按一个扭下来 钞票就会一直吐出来 而且这吐出来过程中 全世界政府都要买单 因为他已经处于处于的恐怖平衡 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所谓的像目前美国政府 会有所谓的举债上限 是因为他们的政府里面 有规定说 政府他的举债上限 只能达到16.7兆 16.7兆美元 所以如果当今天的举债 政府已经举债上来到16.7 他没有办法再扩增了 所以财政部没有办法再 再透过新的发债 来去支应政府的一些支出 但是在这过程中 其实今年以来美国 其实他欧巴马主政下 他已经有在改善 他们的所谓的财政赤字 像去年的时候 美国的财政赤字 竟然高达1.3兆美元 这代表财政赤字 就是我政府税收的进来 跟我支出的比例 中间差了1.3兆 这个1.3兆的一些差额 就必须得透过举债 来去做弥补 但是今年以来 尤其实施了一连串的 所谓的开源截流的一些政策 那个财政赤字 已经缩小到六七千亿美元 其实他们已经有在做了 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有代表 美国政府有想要改善 他们所谓的财政赤字的 一种诚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会不会再引发 所谓的他们 国会可能不同意 他们再提高举债上限 我觉得那个机会 其实不大 在过程中的确会吵吵闹闹 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台这些紧盯 我刚刚一开始所讲 那个Vis指数 那孔光指数 只要还没有标破40的时候 其实不用太孔光 但是一旦突然快速 标破40的时候 唯一做了一件事 赶快把手上股料 全部卖光光 因为接下来台股可能 有一千点以上的一个 修正的行情 在这一修正行情中 你只要记得 我们去紧盯那个Vis指数 升破40的时候 卖光所有的持股 这个时候才能保 就是应该说 所谓三十六岁走为上乘 等于说这个短期来看 的确会有一些波动 但常常来看 并不会有太大危机的出现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代表 现在债券的部分 这个投资人可以来危机入市 我们把过去整个美国 比较平均的债券的 这个表格拿出来 其实如果要投资了美国债券 不管是在基金啦 还是你直接投资了 就是债券的部分 其实你要呈现的付报酬 要赔钱的几率 算是非常非常的低了 在过去二十年里头 非常明显看到 只有两侧 这个是零轴 在零轴以上 代表是挣报酬 你是赚钱的 在零轴下 代表说你是赔钱的 非常明显 只有在一九九四年 债券大屠杀那次 整个在美国债券的 整个债券指数 是呈现了负的2.9 另外一个时间点 是在一九九年呢 也只少掉了 百分之零点八的这个跌幅 是不是代表说 现在来投资了 这个美国债券型的 相关的投资标的 这个教授是一个还不错时间点 还是还是要hold一下 等这个波动完之后 我再来进场会比较适切 OK 我觉得当下 其实还可以再等一下 尤其我会觉得 十七号前后会蛮关键的 好 那其实呢 大家也不用说真的 等到十七号或者是三十一号 大家可以关进最近这两天 其实美国政府 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拍卖这个公寨 你就去看一下 最近他所拍的这个公寨 像其实像昨天 像刚刚一开始 韦庭的那个 一个月期的债券 然后其实还有 八三年期 十年期 然后十三号 还有一个三十年期的 你去观察这几 整个债券的标售 它的价格怎么样 其实你就知道 投资人的态度了 如果这当下 这些债券标售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值率率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价格很低的时候 那投资人真的就要担心 可是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数字 已经标出来的三年期的 跟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 其实是有比之前高 可是高的幅度 都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投资人 其实就真的还可以再等一下 不需要这样子去担心 急着去危机入市 这到十七号到三十一号 这一段时间 我想那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关键 因为当下告诉什么事情 美国财政部都还可以继续发债 因为举债上线快到了 可是还没有真的到 真的有危机 就是如果真的到 然后国会还是没有放手 那时候才会真的问题出来 那时候债券才会发生 更剧烈的波动 所以当下投资人 你想要危机入市的 现在真的再等一下 大概在一个礼拜 真的就见证章了 好 真的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能要再hold 至少hold一个礼拜时间 等到的下礼拜四过后 再来决定说 到底要投资了 这个债券型的相关投资 据说在庆龙方面 会提供什么样意见 是不是跟主角兽一样呢 我们稍微回来 加剧枕再等一天 十到十三 来台北世贸 打造您的魅力居家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三点五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张国舟强胃散 工作繁忙 饮食失常 居家必备 消化不良 胃酸过多 肠胃不适 健胃故肠 张国舟强胃散 肚子不舒服 你有船吗 有了 中午酒 中午散 真实打击 全权倒热 抽丝锅箭 发掘真相 这不是武侠 什么才是武侠 四大名谱online 10月9号 气凶公测 impossible is nothing 三立财经台 在寻找超级主播 上网票选 决定它的主播梦 投下你的一票 还能决定 松你最新手机的主人 是不是你 相亲请上 1111人力银行 及三立财经台 FB粉丝团 透明房价的时代来历咯 跟着好房 抢进降价屋 好房首创降价地图 比实价登录更低 哪里降 降多少 抢看最新降价屋 快上好房网 上好房找好房 养肝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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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票白天七百八 晚到时候五九九 还送万圣代并仅八百啰 好 真实打击 全权倒入 抽丝多减 发掘真相 这不是武侠 什么才是武侠 四大名普 10月9号 汽胸公策 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司马松最怕鬼 现在一大都是鬼哦 人家看鬼 正现在光王买票 白天七百八 晚到时候五九九 还送万圣代并仅八百啰 新设计锦品家具居家设计大展 10到13号 与您相约台北市貌 在台湾 有些事情 我们静静地在做 诚恳老实 用心踏实 没想过要投机取巧 四十年的好品质 三杨死专 梦想的驱动力 Super CR-V 好 刚刚刚刚说 这个美国违约 几率应该叫做零 是极度不可能 发生的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在这个美国方面 之后还有三个偏方 可以来实行 目前这个美国 都还没有用到 这一点先来看到 是在一兆美元的这个硬币 美国它能够印钞 当然也有这个铸造了 一美元硬币的这个权利 在美国国会 的确它是有铸币权的 就有人建议说 那你不怎么在国会 它去铸一个一兆元的硬币 它直接就有上兆元可以用 也不会有所谓 美国白工的问题 也不会有美国债务约的问题 你马上就有钱可以用 这个完全不是无稽之谈 因为在上次2011年的时候 曾经就有被人家 拿出来讨论过 这个一兆美元的硬币 问一下庆龙 算是一个偏方之一吗 它的确是不是可惜呢 你能够印钞 为什么不能够印硬币呢 没有 这个是指的是说 如果政府 如果它要印钞票 它不需要有相关的 一些准备金嘛 那这个一兆美元 就是表示说 我做了一个移印币 然后这是纪念币 然后我说它价值一兆美元 然后这个东西 摆在央行里面说 这个我已经有准备金了 所以我可以开始印 这一兆美元就好比我们 像我们要印钞票 我们不需要黄金的储备嘛 这个意义是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就像目前 尤其整个那个黄金本位 那个金本位已经拿掉之后 其实现在政府印钞票 凭的是政府的信用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那个实质意义 比较没有那么大 反而我觉得后续讨论 第二个那个 第二个那样子的 美国总统的一些权力 其实还有办法在 整个真的非常急难的时候 有办法扭转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关键 好 其实这个最后这个免死金牌 是握在了欧巴马手上 因为其实在这个美国宪法 第14条修正案 这个美国总统 他可以不用经过了国会 可以自行提高了国家的债线 以不危害了国家的前提为由 这个如果真的能用 朱教授不早早算用掉算了吗 确实如果这个真的能用的话 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 早就被拿出来用过很多次 可是问题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14条的宪法修正案 通过的时间是一八多少年纪 一两百年前的事情 可是这一百多年来 几乎没有被用过 为什么 他的前提就是一个国家危难时期 问题是你说现在国家 真的有很大危难吗 大家所谓的概念上 危难就是发生战争 因为当初会这条法律通过 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 那时候前后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才有这条法规 好所以如果这一天 真的欧巴马要动用这条权限 当然不是不行 因为总统就是有这样的权利 可是他要冒着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我得罪国会 因为今天美国 他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国会 其实还蛮大的 虽然总统有否决权 可是非万不得已 总统不去行使这样的权利 尤其是今天是 摆明就是共和党 又去刁难你 如果你今天用这样的事情 那用这样的权限 很显然的欧巴马 就是直接冲着你共和党来 得罪共和党 那我想以后真的就没完没了 对尤其你看欧巴马的第二任 虽然他没有再连任的压力 可是他第二任才刚上任 多久而已 你未来还要到2016年 你还要很长的日子 共和党接下来 绝对不一定好过 所以我想欧巴马 非万不得已 他也不敢 敢乱动用这个权利 真的到这个危难之急 欧巴马还是手上 为了这个免死金牌 可以来使用 完全是还有其他方法可行 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印证说 现在这个债券的部分 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至下 可以逢低来接吗 包括了在政府债 公司债 高收债 可转债 在最近一个月 都还承证了赚报酬 这个问一下秦隆了 逢低承接 逢低承接 其实还不 真的还不到时候 我觉得现在目前 在世的波动 其实还是很大 我以上一次 2006年第二季 当时的美国的十年期 公债利率 其实一度有飙高到5.5 它还是来到了一个历史波 就是一个波段的高点 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像目前十年期的 公债利率 才在2.65而已 其实离所谓的逢低布局 那个点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那当然你也许可以抢个短 抢个所谓的短线的反弹 但是我觉得就整个债券的 长线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还是比较偏空去 对了 那我刚才 我听你讲说 外资看好台股 那投资人应该做什么 就是把钱来来投资台股 不要让这些外资 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人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 倡性没有人理他 我觉得台湾基本面很好 应该这时候 台湾投资人应该用钱 来支持爱台湾的决心这样 好 在债券的部分 在债券的基金 这个低点 最估两位这家 还认为说还没有到 想要投资的话 先后一下 会比较湿气一点 用大家来做参考了 我是卫婷 我们再一会儿